2岁的狗狗一天喂几次 其实正常作为一个成年犬的话 一天喂到一到两顿就可以了 我在这里建议呢 一天最好能喂到两顿 因为它的一个好处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你可以把一天的总量 算真是两顿去喂到 会减少喂的一个负担 有很多主人呢 会一天给它去喂一顿饭 那一顿饭的时候的小狗狗呢 会尽量的要把自己吃撑 因为它这是一天所有的料 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可以喂到两顿的话 那可以大大去减少胃部的一个负担 再其次 从消化吸收的一个速率和效率上来说呢 少食多餐一定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利用好一天的一个总量 其实顿数越多 它一个消化吸收速率也会越好 如果一天喂到两顿的话 它比单纯的一顿 虽然食物的量是一样的 但是消化吸收的利用率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也会减少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和损伤 所以小太体而言的话 一天喂到两顿就可以了 然后在两顿之间或者两顿之外呢 可以稍微添加一些腐蚀或者一些蔬菜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营养就非常的一个均衡了 小贴士 两岁泰迪狗狗一天喂到一到两顿即可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 首先就是把一天总量分为两顿 可以减少给胃部带来更大的负担 然后少量多餐 消化吸收的速率和效率都很不错 同时还能避免给肝脏带来负担和损伤 其他时候可以吃点腐蚀或者蔬菜 营养就能均衡了 在这边